臺灣整個臨床試驗史上 應該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挑戰 但是我們大家為了臺灣 我們都拼到了 帶著自豪正式宣布 高端疫苗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二級臨床正式收案完成 一共有3700多位受試者 連一度卡關的65歲以上長者 都順利收案700多人 這種族群我們還是得要靠 比較傳統的方式來招募 有很多受試者鼓勵家中的長輩 一起來參加 邀請了醫院退休的醫師 還有在醫學院的同學 他們很多人 很樂意的參加臨床試驗 11家醫院所有單位總動員 因為時程相當緊迫 1月底打下第一針後 花了一個多月 就把20到64歲收案完成 3月底老年人也達標 成功讓所有受試者打完第一劑 預計一個月後打完兩劑 立聘6月底取得緊急授權 希望到7月我們大家都可以打得到疫苗 按照政府的規範能夠做 就是500萬加500萬這樣的規劃去生產 一般的話就是你出過的時候 多一點才痛 追蹤受試者後續情況 施打部位會有點紅重 部分出現腹瀉反應 少數有點發燒 但比例都在一成以下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去比較 安慰劑組跟疫苗組的安全性的差別 不過整體來看 大致的情況是良好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 嚴重不良反應的通報 短短三個月完成二期臨床里程碑 期盼盡快加入戰線 守護國人健康 大致的新聞隨意產體俊威 台北報導